大家好 近期央视财经报道称 北京地区有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20个社区制行网点终止营业 实际上不仅是北京 多地的社区银行也在大量关闭 一时间不少在这些银行存钱 理财的人们也纷纷担忧起来 那么这些银行网点关闭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存款和理财又是否会受到影响 首先社区银行又称家门口的银行 在2014年左右大火 当时各大银行认为物理网点最后一公里非常重要 能用较低的成本占领用户高地 纷纷布局社区属性银行 一场跑马圈地的运动便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没想到短短5年时间 这些红极一时的社区银行就开始大量关闭 让人感慨万分 而它之所以面临种种困境 主要是以下原因 一方面 互联网金融和智能服务的发展太快了 现如今我们的很多业务 比如存钱、消费、交水电费和理财等 都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支付宝等互联网平台一键操作 不需要人们再跑到银行网点办理 加之 很多社区银行网点已经进入智能化改造 小型自助设备取代人工柜台 网点自然就关闭了 据中国银行协会发展的数据显示 早在三年前 中国已有15家银行的离贵业务率超过了90% 大量用户没有必要来银行办业务 即使来了也不必去人工柜台 可以说 手机APP是金融服务的大势所趋 尤其是在80、90后 这些伴随着互联网兴起的群体 逐渐成为金融服务的主流之后 这种趋势会愈发明显 另一方面 社区银行的成本太高了 众所周知 社区银行兴起时就以低成本著称 深受资本青睐 但实际经营中 银行却发现并非如此 相关数据显示 一个社区银行的店面租金 平均是20到50万元一年 假设配两名员工 每人年薪8万元计算 加上店面装修和设备的50万元 这些成本就至少需要花费90万元左右 按如今利差 这个银行网点至少要拉2亿元存款 才不赔本 彼此认为 这次尝试失败 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他至少给银行 验证了网上银行的发展趋势 并提醒银行们 要努力提升线上线下 一体化服务体系 尤其是用科技和服务创新模式 提升服务能力 亲爱的老铁 你们认为是这样吗 感谢关注 欢迎下方留言 所以大家自己给我们 很 Brooklyn 行吗 吗 时 大家是一院 我们儿子